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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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準備 1 2 GO 喂 歡迎來到GoboFeel 我是Mathville 我們今天又拍色 新一年,拍一條食打頭 其實我們今天會吃麵包 為什麼吃麵包呢? 農曆新年了 快到了 開始要打針的人才可以進餐廳吃 對 而我們兩個就是 郭勇口中的三成人 三成人未打針的人 我們不想吃嗎? 所以今天我們吃麵包就是訓練 對 我們拿著麵包在街頭找位吃 相信農曆年之後 什麼情況下我都在街上吃 我們首來香港的特色麵包 麵包裡面有魚蛋 麵包裡面有燒賣 最多人喜歡吃就是這些 什麼燒賣關注組 對 魚蛋關注組 魚蛋關注組有沒有?好像沒有 不知道我們開過 差不多有 今年是關注組有沒有 Let's go 好 來到這間 咖哩魚蛋包 上網看就是4元一個 那不是魚蛋包 對,4元一個 來 來 進去之前 記得按讚和留言這條影片 因為按讚和留言會加速我們的影片 分享出來 是會的嗎? 誰說的 那你做不做? 好害怕 按讚和訂閱和留言 記得可以嗎? 吃東西吧 吃東西吧 你好 魚蛋包 去炸彈看 原來很小 魚蛋好像幾大顆 是藏州大魚蛋 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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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元2顆 還是20元2顆 那我們剝開皮 再拿 喂 我們新一年 都還在走這些 還在走這些錢 三顆魚蛋包 是不是買開魚蛋包的? 不是 不是嗎? 好像 我真的來買 真的嗎? 你哪個店 Facebook 我們也是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看更部份 人家不會知道 人家不會知道 喂 哇 魚蛋包 摘眼看 好像咖喱角的朋友 這個麵包 其實手掌心這麼大 太小 我們試完魚蛋質地 就可以大大力地 吊夠長洲魚蛋 這裡賣了一大堆 原來我們全剝殼 這裡賣4元 我們賣10元 他已經聽到你的計劃了 很糟糕 難怪他在那裡 抹下這些東西 糟糕的,不是 他待會自己做 那不如… 嘗嘗 嘗嘗 我拍了那麼久 而第一次吃完 那一塊 你照顫都說 很嘗嘗 這塊魚蛋 魚蛋仔 你要不適合尺寸 隨便塞進去 一顆魚蛋 大小的陳皮魚蛋 一兩顆左右 辣味比我想像中辣一點 就不是很麵包隨便的辣味 但我真的不明白 是在做什麼 我吃了一顆包上一顆魚蛋 是呀是呀 我真的忍不住笑 我一想起不知道是哪個天才 我當然想到 但我還沒放魚蛋 魚蛋是可以不用存在的 你不跟我說這個魚蛋包 我吃完真的不分之是魚蛋包 它有少許肉質的口感 但你連麵包吃就不覺得 是呀 它可能就是故意融為一體的感覺 我融成這樣嗎 這個麵包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定價是4元 我真的吵不久 我真的笑一笑 4元你也沒辦法 我覺得值不值得吃 都可以的 這裏寫著是3時準時出路 發色布丁麵包 想不到是要排隊 誇張的 要拿走 不是真的嗎 這裡在排布丁麵包 是嗎 這裡排布丁麵包 好像也 我又會拿著盤拿出去 有些人都挺奇特 好像不是很儲害香港 然後排隊都是兩邊排隊 所有排隊 我想問是否發色面包布丁在那裡買 是 買完在那裡排隊拿嗎 是 兩元未一早上 兩元未一早上 好,快點,謝謝 要排隊 在那裡排隊? 不是出面排隊嗎? 我不知道,我想是這樣 出面那條隊排隊 是不是這樣排隊? 在外面排隊 蛤? 那他們… 排隊了 很亂… 好亂 要先買了 是呀,是呀,他很奇怪 你先在那裡等 你在那裡等 現在我們在後面排隊 前面有排隊 其實這間店是經驗者 才能買到的 好像打關卡 好,謝謝 謝謝,拜拜 多驚辛苦 終於找到一條隊去買 好,開來看看 先去買吧 哦,是呀 是呀 唉呀 剛才不小心 開了 是,這樣 倒死奶 不,我們之後就是這樣 之後一定要解釋 其實今天全部的實況 就是之後會發生的事 倒死螺蟹 大家聽到那些月曲聲嗎? 之後出來吃飯吃得多 都可以陪到 是呀,因為始終這些公園 在我家之後 怎樣吃呀吃呀吃呀 看看這個先 是呀 哇 其實這些蛋漿 很分明 就是包在裡面 一粒粒 像浮汗水一樣 在表面上 即場試吃吧 先去包奶 咦,不錯呀 它的表面跟裡面是不同的 表面看起來好像芝士片 再加上奶黃 咬下去原來是很cream 好像牛奶的蛋漿 很渴望 像手也是 很厲害 這個東西不太方便吃 其實是筆 要是,你拿筋筆 哇,你給我最真人的 它的蛋味又不是很重 但是它的甜味又不是很濃 而且太濃又不好吃 包皮其實是夠脆的 像飯廳吃的奶油脆脆豬 最熱辣辣 也算是這樣 熱辣辣是你準時 你過半小時都會收皮 但剛才它自己就說 它會保持出爐 不是,它自己也很亂 它說這頭跟我說完 那頭打節目過去 就叫它先給錢 焦糖吧,OK OK,OK 它整個爆了出來 哇,OK 哇,很厲害 很厲害 哇,很豐富 很豐富 裡面其實跟那個東西差不多 只是表面放了糖漿 但問題是這塊焦糖 哇,糟糕了 爛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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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它中間是糖 很難吃 有兩條條 一是焦糖是苦的 第二是要有牙 是有厚度的 你要咬碎它一定是噴聲的 是不是不應該是這樣的 這塊東西不應該有的 完美OK 小糖呢 是沈的 爛 是燒賣包啊 是燒賣關注組裡傳出來的 咦,門口在… 喂,喂,喂 我們的目標已經在這裡 是 有兩個 雞肉燒賣芝士包 還有七味魚肉芝士燒賣包 我想說你的目標的牌就在這裡 我包不關事 這是另一件事 我包不關事 這裡… 這裡的燒賣包是每天限量三盤的 隔著口罩都感覺到燒賣 巴通是否可以 可以 這裡有多少錢 20元 你有沒有吃過 我吃過雞肉,OK 魚肉有味辣 味辣? 我吃過 不喜歡味辣 哈哈哈哈 多謝 謝謝 謝謝 哇 冷的 這個是注定的 我們沒有打針 就是吃一些冷的包 其實只要看它的樣子 比魚蛋包有誠意一點 這是芝士雞肉燒賣 我認為是千島醬魚肉燒賣 只是看包的樣子 也是有設計的 價錢是比較貴的 10元才是一個 還可以的 哈哈 真的 因為有些醬 再加燒賣和麵包 是太多的 芝士香不香? 香就不是特別 哈哈 我這個魚肉燒賣 其實大家也知道 魚肉燒賣是粉的 麵包也是粉 吃下去就是一塊粉 哈哈 但是有千島醬 和七味粉的味道 要補救一下 是的 這個包幾個月之前不是很HIT的 其實當時我已經買過 我會來嘗試的 你說的結論是嗎? 結論是我想嘗試雞肉 不行 哈哈 這樣吧 不如我吃好冷凍 真的好吃 雞肉燒賣是打了麻油進去的 有點像香菇 貢丸的香菇 沒感覺 但是你明白嗎 一個香港人 我猜大部分人一開始選了魚肉燒賣包 魚肉燒賣就真的沒那麼合 感覺就是質感 無論是創意 好吃或其他 跟剛才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圓性 妝衣嗎? 我剛才覺得有創意 哈哈 郭嬸 在Facebook家島去買 吃完了 感想是什麼呢? 虛 虛 吃完虛 三間來說 各有缺點 沒有哪一間是一吃就覺得 正 OK 只不過他吃中了香港人 喜歡什麼 魚蛋 燒賣 這些地道 香港的 香港有幾樣東西吃 一拍就會有人看 沙爹牛肉麵 對 沙爹牛肉麵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這三間 都收集了 放了些記憶上去 讓人們看 對 眾觀就是 都是Gimmick 麵包 對 大家有興趣去過一回事 我自己覺得這些吃一次就足夠 對 吃一次 吃一次你蠢 我不敢說 你說的 首先 我才知道的 記住 like comment subscribe share 就這樣 是這樣 TG 哇